大部分的患者 脚都比较严重 然后我的右边都比较严重 所以右手右脚 那个时候的伤口比较深 八仙城报当时 林施利就读台北医学大学三年级 从马来西亚来台读书 一场意外造成他全身51%烧伤 举目无亲 加护病房里生死拔河 那一段恐惧依旧清晰 那个时候受伤 最烦的就是我不知道未来 我会花多少时间去恢复 或是我又没有办法恢复到 就是跟我受伤之前一样的状况 一厢求学不熟悉社会资源 直到一个人出现 林施利和家人才有更坚强的信心 他爸爸也充分表露出 说他很担心 他的女儿变成这个样子 将来找工作了 会不会有什么困难 那当场我就答应他爸爸说 他至少以后回到马来西亚 一定可以来我的马来西亚公司上班 马国在台湾的学生多 企业主对这个国家的回馈 也飘扬过海 李方信从马来西亚回台湾 亲自到病房探望林施利 一口允诺负担他大学毕业之前 所有学费 我们也很清楚远亲不如近邻 有在马来西亚的小孩子在台湾受伤 我们又在马来西亚跟他立足 那有能力回馈 那就想办法来回馈 到马来西亚打天下30年 李方信不只是一般所说的深耕当地 他更是已经深耕在当地 在马来西亚他挂牌上市 更是当地的前三大药厂之一 屋顶生锈那个仓库 我年轻的时候 28岁的时候都住在这个地方 虽然身为台湾知名药厂第二代 但30年前 李方信是只身到马来西亚创业 开天辟地全靠自己 我在仓库里面睡了大概两年 带着决心到马国落地生根 一步一步扎扎实实拓展 如今李方信雄霸一方 在马来西亚药品市场占有率排名第三 他和兄弟姐妹分别在马台两地耕耘 不同的地方相同的是家族不变的传统 从我父亲开始 所谓的大家都知道的 这个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 当慈善组织救济症灾 最需要却不容易取得的药品 李方信义不容辞大力赞助 因为药品有这个登记的问题 所以有些东西 你要从其他国家进来不是很好进 实际有固定的议诊 我们有的药的部分 我们都会全力的帮忙 甚至有些天主教 或是本地的一些慈善团体 我们都会帮忙 台湾人到马来西亚经商由来已久 1990年代可说是全盛时期 当年台商投资马来西亚 23亿5000万美元 是外人投资马国第一名 可见台马关系密切 近年来因为马国工资上涨 劳力短缺 台商投资稍有减少 目前也还有1700家 不管你是属于佛教徒这边的华人 或者是那些所谓的穆斯林会 这个的马来人的话 他们对台湾人整体的印象都还蛮好 魏藻增秉持共力共享原则 在马来西亚20年 他把照顾员工当作责任 外劳本身他们的生活比较苦 经济能力比较差 有时候如果说真的家庭 有一些变故的时候 公司内部也会发起一些所谓的资助他们 以爱取代管理 魏藻增散发的人文特质 影响着厂商感染了员工 厂长是马来人 曾经在三个不同国籍的老板底下做事 员工提到台湾老板 除了商场上的策略之外 更敬佩的是他带领企业为社会付出 比如说工厂里面也有很多这种 所谓的外籍员工 像尼泊的员工 他们之前有 比如说碰到上次的地震 他们也受到很大的一些灾害 家里有的人家里到的 有的是亲人 有受伤怎么样 那我们就会在公司里面 发起一些募捐 然后带头来做 对于不同国家 不同种族的员工 都用同理心对待 同时也启发善心 带动员工行有余力 乐捐奖学金 帮助弱势儿童 我觉得人与人相处 心中有一个善的概念 这个应该是最基本的 老板心中善的概念 就是一家企业的核心价值 你对一个人好 人家相对也会对你比较好 因为我们明白 这个目的目的目的 企业社会责任 那是一定的了 我觉得这是对两个国家之间 是一个很好的发展 当爱心落实到需要的人身上 它能跨越国与国的繁离 让国际社会更美好 并且感谢